各位同学好 欢迎大家来到机械设计机构与机电整合设计这一个课程 那我们谈到这里 我们课程的前半机构设计的这个部分 基本上已经讨论完了 那我们前面一张我们谈了各种传动元件 传动系统的设计 在这一张里头我们谈了各种机构设计 特别是四连杆机构的设计 和它的一些应用等等 那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点 我们用一个整体的案例的研讨 来综合一下回顾一下整个机构设计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案例是什么呢 这个案例是一个一位机的起身辅助机构的设计 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是我们的实验室 我们的研究中心 那曾经执行过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是在做一个一位机的起身辅助 那一位机是做什么呢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照片头 我们看到很多的长辈 或者说是身心障碍者 他们可能下肢不方便 需要做轮椅等等 然后他们在生活上面对的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就是一位 一位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从床上一位到座位上 轮椅上 或者说从轮椅上一位到 比如说要上厕所一位到马桶上 或者说从轮椅上再一位到床上等等 那通常的状况 很多时候都需要这个照护者 去抱这个下肢不变的长辈 或者说身心障碍者 然后用抱的方式 把他这样移来移去 那可是像抱的方式 事实上对于这个照护者来说 很容易造成他的身体的伤害 包括腰部 包括肩部 包括手背等等 那所以这个过程里头 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起身辅助 怎么样让这个长辈 或是身心障碍者起身 那所以我们这个起身辅助机构 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怎么样协助相肢障碍者呢 他在一位的时候 从坐姿转换成立姿 比如说他原来是坐在床上 然后我们怎么样让他变成立姿 站起来 然后固定一些安全带等等 他就是可以在这一位机上 然后把它推到 推到他要转位的地方 然后再把它放下来 那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机构的话 我们就可以避免照护者 用徒手搬运的方式 会造成手背肩膀腰部等等的伤害 所以这个机构的设计是还蛮重要 而且是很实用的 那也是我也希望用这样子的案例 跟大家讨论一下 在这个中间 我们用到我们第二章里头 讨论的这些传动的这些元件 我们也用的这一章谈到的 这些机构的设计 然后事实上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在第一章里头 谈了很多的这个概念设计里头 原型的制作 怎么样去制作原型 来评估我们的设计概念等等 那在这一个机构设计里头 我想都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总和 那我们在接到这样子的设计案的时候 我们被给定了这样子的 这一个设计的要求 那他这个厂商是希望 他能够用旋转手柄的方式 他不要用这个电动马达 也不要用任何的动力辅助 用手动旋转手柄的方式 就怎么样可以轻松的 把100公斤的被照护者 100公斤其实是一个 还蛮重的一个人 可是就是说 我们做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预估 希望100公斤的被照护者 也能很轻松的从坐姿转换成立姿 然后从坐姿转换成立姿 然后搬到这个 他要转位的地方 再把它转换成坐姿 让他坐下来 所以这一个厂商在给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要求的时候 他同时也把他的设计概念 画出来给我们看 他在想说 我们如果用一个手柄 来做一个起程辅助的功能的话 手柄跟脚踏车的链条很像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类比 这个手柄跟脚踏车 我们踩的踏板有点像 所以他就自己做了一个概念设计 我们是不是用链条来传动 链条它本身可以造成的减速比不是非常大 所以这个公司也有很好的基本概念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两极的链条的减速 每一极的链条减速比是3比1 也就是说每一极的链条减速可以是这个减速比是3 然后他的手柄的尺寸是125mm 然后他这个立背的长度是805等等 然后100公斤的人要坐在这个上面 所以我们拿到他这样子的一个基本设计概念 我们就这样稍微帮他评估了一下 所以这一个100公斤的人坐在这个805mm的这个上矩的这个壁上 它产生的力矩是100x805 然后我们要产生相对的能够把它提起来 然后我们所需要的力 如果是我们叫做F的话 我们的手柄长度是125 然后我们有两极的减速 每一极的减速比是3 所以3乘3的结果减速比是 总减速比是9 这样算出来的结果 我们的这个手柄的输出的力 需要71.6公斤 才能把这一个人给举起来 那这个71.6公斤 我们这样初步算一下 当然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可行 这个所需要的力是还太大了 那这里头后来接下来我们就想说 链条传动这样子设计概念不可行 因为它的减速比 总减速比才只有9 这个减速比不够 所以造成我的这个 所要施的力非常的大 那我们要减速比高一点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减速机构呢 所以我们就想到 传动的这个章节里头 我们提到高减速比 我们可以用刮杆刮齿轮 刮杆刮齿轮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设计概念呢 我们就用一个刮杆刮齿轮的 一个设计概念 然后它是要用手柄来转 那手柄转动的方向 跟实际上这个刮杆刮齿轮的动作的方向 可能会成了一个90度 那成一个90度怎么办呢 我们又想到我们传动系统的 传动元件的这一章里头 我们谈到这一种齿轮 叫做斜齿轮 斜齿轮可以做90度的动力传输 同时可以做进一步的减速 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设计概念 怎么样用刮杆刮齿轮的搭配 加上斜齿轮 那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转动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手柄在转的时候 我们经过这个斜齿轮 做一个90度的传输 然后到下面去转动这根刮杆 那刮杆在推动这个 在转动这个刮齿轮 那刮齿轮就把整个的 整个的这个重量 然后往上去 所以这一个手把经过斜齿轮 然后到达刮杆 刮杆旋转去驱动刮齿轮往上去 想起来这个设计概念 应该是还不错 蛮可行的 但是我们要继续往下走之前 我们特别做了一个乐高的模型 那事实上乐高是一个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圆形工具 乐高除了我们一般 这个小朋友玩的这个积木之外 乐高有非常多的 这个传动的元件 甚至有气压元件等等 都可以拿来做一些圆形的测试 来测试看看我们这个想法 可不可行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概念 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乐高的模型 然后真的试着去转它 然后看看它的斜齿轮 刮杆刮齿轮 是不是都能够照我们预想的去动作 结果发现还不错 这个设计概念似乎是可行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去 去把一些更细部的尺寸 把它这个规划起来 我们希望做用铝脊型 做一个纯尺寸的一个实体的模型 所以我们从刚刚的这个乐高的小小的圆形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规划一个实体的 纯尺寸的模型 所以比较重要的尺寸 包括这个手把的这个宽度 还是125 它的高度是913 差不多在腰部的部分 那然后这一个人的座椅的高度 是差不多400 然后它的这个抬身臂呢 长度还是805 那我们有了这样子的关键尺寸之后 我们就实际上去制作 这样子一个铝脊型的圆形 那这样子的圆形 如果大家记得 我们在概念设计那一章 我们谈到圆形有非常多的 多的不同的种类 那这样子的圆形 我们是一个重点实体性的一个圆形 重点实体性的圆形 那为什么是实体性呢 因为它会是一个真正的 真正的这一个实体的圆形 用铝脊型做 特别是我们的比例 已经进步到1比1了 可是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重点性呢 因为在这个圆形里头 我们只测试其中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 就是我用这个手把 能不能把这一个100公斤的人抬起 其他的 比如说这一个一位机的造型怎么样 舒适度怎么样 都不是我们这个圆形测试的重点 我们只测试这个一个功能 是不是能够用手把 举起这100公斤重的 这个被照护者 那然后 所以在这里头 我们也稍微计算了一下 这个我们的齿轮比 跟需要输出 输入的这个力 大概是多少 我们斜齿轮的减速比 那我们选了一对斜齿轮 减速比是2 然后刮杆跟刮齿轮的减速比是60 所以我们很轻易地达到120的减速比 跟我们第一个设计概念 减速比只有9 那就相差蛮多 那120的减速比 意思就是说 我的手把转一圈 转一圈360度 然后我的这个上升比是上升3度 那所以可能这个手把 转非常多圈 它才可以上升到足够的高度 所以我的减速比120 手柄转动一圈 上升3度 然后我们跟我们的客户沟通 大家觉得还可以 那转一圈3度 我可能转个10圈20圈 它就可以到达它的高度 他们也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稍微计算一下 然后还是一样 就是说100公斤 然后它的利币是805 然后我的这个手上的利是F125的话 减速比60乘2 最后算出来是5.4公斤 5.4公斤我们直觉上来说 稍微重一点点 那稍微重一点点 但是好像也还可以 5公斤好像也还可以 那所以我们就往下去做 然后就实际上把这个圆形做出来 但是把这个圆形做出来 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是 刚刚那个5.4公斤的利 我们实际上在转的时候觉得其实还蛮重的 还蛮难转的 特别是比如说力气比较小 比如说女生 这样在转的时候 可能就不是这么容易 可是更大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是 我们的这个刮杆去驱动刮齿轮 所以这个刮杆跟刮齿轮这里头 它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轴向力跟镜向力 其实对那个刮杆来讲是半径方向的力 那先前我们就提到这个半径方向力 这个刮杆在转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半径方向的力 会造成整个刮杆的弯曲变形 所以这个力实在是太大 所以造成我们的刮杆在转的过程中间会跳齿 跳齿的意思也就是说 它应该要沿着这个齿往前往上提升的时候 因为它的力实在太大 它就松脱了 就是因为它的弯曲就让它松脱 它就跳了一个齿 那它的甚至整个轴会弯曲 到最后我们的这个刮杆上头 刮杆上头的这个齿都有一点点崩裂 所以这里头的负载实在是太大 它的这个硬力实在是太高 所以我们就经过这个圆形测试 我们也发现原来我们以为还蛮可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概念 发现它也不可行 我们必须要改变一下它的机构设计 我们要把一些机构的想法也放进去才行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提出了第三个设计概念 那第三个设计概念呢 我们把刮杆跟刮齿轮呢 改成了这个滚住裸杆 改成了裸杆 改成了裸杆来提升这个抬生臂 而且我们把这个裸杆放在这个中间 把势力点放在中间 而不是直接从它的转轴来势力 然后把势力点放在中间 那当然这个我们上方的部分 还是有这个斜齿轮 然后我们中间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用裸杆 用导裸杆来做一个上升的机构 那然后这个部分呢 那我们画了一个机构的骨架图 Skeleton Diagram 那这个骨架图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下面是一个 这个裸杆的上升的机构 可是最主要是 这个抬生臂在抬生的过程中间 抬生的过程中间 它走的事实上是一个弧形 所以我们这个裸杆的机构 是一个直线 但是实际上因为是一个弧形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一个支点 它走的事实上不是一个完全的直线 它是一个弧形 所以我们因为这样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滑块 来调整它的这个长度 也就是说它在上升的过程中间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滑块 让它的长度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改变 在上升的过程中间 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个滑块 去调整这个长度呢 后来我们决定设计一个 这个双自由度的节点 像是照片里头这样的一个双自由度的节点 那这个双自由度节点 它同时是旋转节点 同时是滑动节点 所以也就是说它在抬生的过程中间 抬生过程中间 我们这一个抬生壁 会在这一个滑块的这个 这个槽里头 前后的移动 同时我们也用这个滑块的形成 就前后移动的这个距离 这个形成来限制我们上下的角度 然后我们最下面最下面只能到这个滑块的这个上时点 那提到最上面只能到这个滑块的下时点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改变 我们又重新的去修改我们的驴脊型的原型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驴脊型的原型 那我们当然需要做一个实际上的测试 所以这里头我们就请了一个 我们特别请一个女生 因为女生可能力量比较小一点 那我们看女同学是不是也可以转动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请一个男同学 大概80公斤左右的男同学 整个身体的重量坐在这个上面 所以这个女同学只要这样很轻松的 用一只手去旋转这个摇臂 然后所以这个男同学80公斤的重量 就可以轻松的被带起来往上抬身 然后下面一张投影片 我们就要去测试说 它可不可以往下降呢 我们又让这个同学坐在这个上面 其实真实的状况 这个下肢障碍的这一个长辈 或者说这个智体障碍者 他的脚是会踏在地上的 但是我们做一个比较保守的测试 我们让他整个的身体都坐在这上面 整个重量都在这上面 我们发现这一个女同学 还是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 把这一个人往下降 降到他的这个座位的高度 从站姿的高度降到坐姿的高度 所以这一个原型最后就证实 是成功的可行的 我们也把这样子的一个原型 然后跟他的相关的数据 相关的尺寸 交回去给交付我们设计的厂商 然后这个厂商就利用这样子的 一个设计概念 去开发了他自己的一味鸡 就变成一个真实的一味鸡的商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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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